上星期一华牧师继续分享2012信息比特币的部分 银行提供电汇服务,会收取服务费 虽然没有买来实质的产品 但是这一项服务也会占用人工、租金等经营成本 同样,比特币、Bitcoin其中一个功能 就是提供于电汇的服务 让人将一笔款项转到不同的国家、地区 这个就是比特币提供的服务 当中也涉及成本以维持这套系统 这个维持系统的程序就是挖矿 但是其实,比特币现在的价值 远低于挖矿过程得到比特币的成本 例如,一部较大挖矿机的费用 已经要港币20多万一部 但是就算不计挖矿机的费用 和开冷气为挖矿机降温的成本 但单是每部挖矿机的电费 每日已经是9000多元 并且,还不能够保证挖到比特币的数量 因此,一个比特币的成本价 以现时来计算最少是4000美元 远超现时的售价 所以,买现货更为划算 如果,现在要制造一个类似比特币的系统 并且维持服务 就算是新系统下一秒就出现 但是所需要的费用将会是所有比特币的总值加起来 再乘以5倍 原因,比特币数量有限 并且比特币系统为每一个比特币设定一个偏好 分开100万份都可以 此外,负责所有运转和加密 Webbot亦提及比特币的价值会一直上升 原因,它的价值应该由挖矿而定 挖矿提供比特币服务 它的成本来定了比特币 约一年之后的真正价值 意思是,今天用多少成本挖出比特币 一年之后,比特币就是今天挖矿成本这个价值 只会提高而不会降低 原因,比特币供应有限 当现有的1100万个比特币被人买完之后 就需要等待购买下一个人所挖出的比特币 因此,挖出比特币的人所买出的比特币 必然会计算挖矿的成本 以成本与现有价格的中位数买出 当成本不断上升 这样,永远就有一种将比特币价格拉升的力量 这个就成为比特币价格的走向 换言之,因此约800美元一个比特币的价钱 就是约一年前的挖矿成本 所以,当将来挖矿的成本是过百万美金的话 比特币的价值相对也会提升 以前,只是用手提电脑已经可以在一星期之内挖出7500个比特币 但是由于比特币被挖出的数量在设计的时候已经定了 并且会继续递减下去 因此,当越来越多人挖的话 每人所挖出的数量就会与他人平分 并且,当人不断用更多更快速度的电脑 希望让别人挖出更多比特币的时候 这种竞争只会令挖矿的成本不断增加 但是反之亦然 唯有全世界突然间用上万一百倍的电脑挖矿 才会令比特币的价值降低 将金钱数码化将会是进入数码化生活的最后一个领域 很多电脑界人士都接受比特币 视比特币是金融或者财富的救世主 但是这也是Freemason所设的计中计 原因,比特币系统是圣经所提到的666受印 Freemason设计这个系统出来 虽然导致银行家失去所有金钱 但是其实,银行家已经不需要借着金钱去操控世界 他们现在可以运用晶片和聪明尘埃 Smart Dust,控制人类 让他们不单只拥有人的财富 更加掌控各人的身体和永生 因此,他们不介意把钱分给人 Freemason明白玛雅年历的预言 所以,他们知道 若不预备数码化货币 他们将会失势,被人淘汰 而且,他们作为银行家被人憎恨 因为不想像法国大革命时的贵族一样 被民众推上断头台 于是,被人祖先一步 假扮平民百姓去设计了比特币系统出来 并且让普罗大众接受这个是穷人的货币 民众不想成为Freemason、银行家的奴隶 想得到自由,就会接受比特币 再者,所有人已经习惯了数码化世界的方便 用手提电话,而不会再用飞甲传书 译码千里送信 数码化物品也令成本无限量降低 例如,由实体商店 改用数码化系统的购物网站 而当比特币被人接受为自由的代表时 Webbot所预测的现象就会出现 随着比特币的好处越被广传 就会越来越多人认识和接受它 再者,Freemason会用制造问题、演绎问题 然后向人提供答案的方法 运用危机演员 让人意识到现今货币系统的问题 而相对比特币 却是如无名英雄一样慢慢成功 这样,让人加快接受比特币 所以,比特币首先会假装成平民百姓的货币 但是,很容易被偷窃和抢走 潜藏着很多危机 世界也会出现很多被偷去比特币的苦主 原因,随着比特币的价值不断增加 偷窃就会越来越多 到时,Freemason就会使联邦物探和国际刑警 都会受理调查比特币被偷的案件 这样就会给予比特币一个市值 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物件 这样,其他人就会更想买到比特币 货币数码化就是未来的666系统 启示录记载,当货币数码化刚刚完成之后 敌基督就会以君临天下的姿态出现 让无论大小、贫富都使用666系统状买卖 Webots不是圣经 因此,所预测的与圣经文合的话 就是有效的双盲印证方法 Webots体级,比特币的普及 还有三年的时间就会完成 并且提及人类与比特币 有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人们会哀赏比特币 令到他升价百倍、万倍 总结感染部分 无论过去或者将来 比特币的设计与模式 必定会如入华牧师所提及的数据 和推理演进 只要人类普遍都接受比特币 他的演进就不会再倒退 所以,无论只有十分一个 甚至是百分一个的比特币 已经可以成为一笔庞大的财富 因此,这是神吸养我们的智慧 使我们有一个光明的前景 神更加明说 在七年大灾难之前 神的电的荣耀将会比先前更大 金子、银子都会被运往神的电 当神的福兴使我们兴起发光的时候 郡王和祭司都会来遭我们的光 到时,这份财富不仅旁大 还能带起一个历代历世以来最大的復兴 因此,我们要明白 当神吸养我们的庞大的财富 为了是值此塑造我们 并且,我们逗留在地上的日子很短暂 被提的时间很快会来临 所以,我们需要理解一个教训 当人经历富有之后 便会满足自己的肉体 亦都让肉体带领自己 因此,过去历史当中 越富有的贵族 生活就越伟美,犯更多的罪 起初只是喜欢有更多的享受 但是最终会变成与禽兽无二 因此,作为一个富足的教会 我们变成了神的殿 就更加应该懂得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 所以,在将来的日子 神要我们拥有一个和谐和同心的社区 身边的人都是千万富翁亦万富翁 一起同心合意传福音 不随从肉体的声音 因而,神能够给予我们意象 方向,目标和意义 让我们的人生获得更有意义 并且,在永恒中得着百倍的奖赏 今星期,一环目斯继续分享2012信息 有关webbot的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